我想要唱的這一首歌曲 就是這張專輯的同名歌曲 叫做《寂寞電台》 那關於《寂寞電台》 我有一個跟台中非常有淵源的故事 就是其實會寫《寂寞電台》這首歌 或是會以它為專輯的命名 是因為兩年前我到台中參加了一個攝影展 在...老樣咖啡 我不知道 我有點忘記 那那個攝影展是一個研究生 他拍攝的作品 然後他在那個咖啡廳上班 然後他就在那邊辦了一個他自己的攝影展 然後透過朋友的介紹 我去了那個攝影展之後 我就覺得很喜歡那個攝影師的作品 然後於是... 然後也很喜歡他的攝影展的名字 他的攝影展的名字就叫做《寂寞電台》 然後隔了一年之後 我就無意間也寫了一首創作 叫做《寂寞電台》 因為這個名字在我心中印象很深刻 我就一直很想要為他寫一首歌這樣子 那寫完這首歌之後 我就... 很興奮的用Facebook 敲那個攝影師 跟他說寫了一首歌叫《寂寞電台》 如果之後有專輯要發行的話 你可以幫我攝影 然後他就非常開心的也答應了 所以你們這張專輯 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張封面 或是專輯裡面的所有內頁的攝影 全部都是由這一位寂寞電台的攝影師 他的攝影 然後我一直覺得這個緣分 非常的...讓我印象很深刻 然後也讓我對台中多了一份感情 接下來就是要分享的首 《寂寞電台》 封面為誰 把你的悲 farming 像作名曲 倒映月色波光零零 安静的黑森林 映居敏感的心 你拥抱孤獨的眼睛 黑色的眼的主題群 找不到訊號的頻率 老舊的收音機 寂寞點太響起 終於你在眼看不見自己 遊戲著你 更多玩不起的遊戲 我們都像是命運手中的情 寂寞吞噬愛和寂寞的你 我們為什麼重生 成為這樣的自己 生活就像是不斷反覆的聯繫 每月暫停 鏡子前世都老去 曾經摧殘的實際 也化成沉默的終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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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着你能渴观不起的游戏 永远都像是命运手中的气 寂寞吞噬 害怕 寂寞的你 我们为什么重生 却成为这样的自己 生活就像是不断反复的联系 当夜暂停 镜子前世都抛去 曾经璀璨的循迹 也化成沉默的冲去 谁去 我们为什么重生 却成为这样的自己 请问这台 赞养和喜好